国际消息来关心 德国从1950年以来 第一次由三方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在24号正式达成协议 而且也公布了他们的施政方针 社会民主党的消资 预计在12月的时候会正式上任 长达16年的梅克尔时代 就会画下据点 然而德国政府 他们也第一次在施政方针里头提到台湾 除了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事务 也表示只有在双方都同意的状况下 才可以改变台海现状 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 三个党派领导人一字排开 经过两个月的协商 联合政府红绿灯联盟终于成行 社民党的消资也以准总理制资 公布联合执政协议 消资以红绿灯初次亮相的小故事 期盼联合政府能带来新秩序 由于重视环保的绿党入阁 新政府已达成协议 2030年之前逐步淘汰燃眉 而一项重视人权与民主自由 并支持欧美联手制衡中国的绿党党魁贝尔伯克 更有望成为德国首位与外长 德国新政府施政方针中 更首度提到台湾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事务 更表示只有在双方同意 以及和平情况下才能改变台海现状 三党也批评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 梅克尔的中间路线 未来可能出现变化 肖子预计可在12月走马上任 随着耶诞节庆华登出圣 梅克尔也轻松笑谈 自己长达16年的执政将画下据点 就在岁末年终之际 德国也将迎接全新政局 为欧盟带来新启向 华视新闻的路由于免疫